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謝謝 踏入冰川底下 感受大自然帶來的驚奇 來到側馬特 只為一窺瑞士山王 馬特洪峰 獨一無二金字塔撞山形 馬特洪峰中漏臉了 沒錯 很驚豔 還拜訪了童話故事中的黑鼻羊 大概是我見過 滿不一樣的羊種 很可愛 最後走進世界最小國之一的 劣之敦斯登 透過郵票 王室美酒 揭開劣之敦斯登 不為人知的理念 精采內容即將登場 雁陽高照的好天氣 今天早上起來 心曠神怡 在我背後有一座高山 真的非常的雄偉 令人感覺到震撼 尤其在這麼近距離的狀況下接觸 那山究竟是什麼山呢 它叫做愛閣峰 海方3970公尺高 而我現在在的這個小鎮呢 它是一個非常迷人的小鎮 這迷人小鎮叫什麼名字呢 叫格陵德瓦 所以這個小鎮最特別的部分 它就是位在阿爾卑斯山的群峰當中 而這裡也是許多登山 健行的一個起點 這個小鎮究竟有多美呢 藍天白雲加上雪山 綠地以及一棟棟非常別緻的小木屋 這麼多元素構成一幅完美的圖案 所以這村莊很特別 它被譽為是全世界最美的村莊之一 那咱們今天就放緩我們的腳步 好好細細來品讀這個迷人的山城 波爾尼高地愛格河谷中的格陵德瓦 四周是愛格峰和韋特霍恩雄伟壯麗的山景 小鎮上旅館 餐廳 商店伶俐 加上周邊眾多觀景點多樣的活動 從17世紀開始 便是少女峰地區的互拜活動天堂 度假聖地 更是每位女人登上少女峰的前哨站 非常興奮 不過山上真的很冷 我們現在上道的是纜車 可以抵達的最高點 我們剛剛已經縮時了一陣 還空拍了一陣 就是捨不得離開這個地方 因為看過去這個山體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山頭覆蓋殘雪 重點是這些殘雪是整個把山體 這個形狀勾勒得更加更加的滄桑 這麼形容好像有一點奇怪 但是其實真的是滄盡有力的感覺 非常棒 當然除了觀賞這些美景之外 另外還有幾項深度體驗 包括這是我待會要做的六所 不一樣的是這次咱們的六所 是在2000多公尺海拔高的地方 相信呢 肯定非常刺激 咱們進來了 等了大概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哇 看下去 難免還是有那麼一點點推卵 哇 哇 謝謝 嗯 哇 好不多囉 好冷喔 整個過程真的超冷的 不過很好玩 很漂亮 而且呢 就是你在行運過程當中 這是很不一樣的六所 因為呢 上面全部都是雪地 咱們繼續下一個體驗吧 走 來到格林德瓦 我們不急著上少女峰 選擇先上到2166公尺高的 菲爾斯特展望台 展開第一階段的少女峰地區探險 不論是乘坐單人的飛椅 或是四人一起飛翔的飛鷹 都能讓你體驗速度的快感 不敢嘗試的朋友 也別擔心入榜山空手而回 這裡還有山地卡丁車可以試試 出發 山地卡丁車又叫腳滑車 顧名思義就是沒有動力 全靠腳滑及山地的坡度 從高處往下滑的體能活動 約一回沒動力就不刺激 看下去變局分架 Campo 滿好玩的 卡丁車 好漂亮 今天已經感到很美了 對 這很臭 不過其實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旁邊完全全沒有輔 所以萬一偏的話要趕快 自己剎車 不然就直接配合上去 其實雖然這速度並不是很快 但還是有點刺激 然後這裡全部都是一個停電波的 腳要抬高一點 不然會蹬到 好好玩喔 沒想到山地卡丁車 這項活動 全程石油陡坡 石油緩坡 石油屏蔽 偶而全力衝刺 偶而緩步向前 需實時注意不跨 一致稍有可惜之處 是美景當前卻無暇觀賞 雖然如此愛冒險的朋友 有機會倒需可以體驗體驗 好啦 刺激的戶外活動結束 是時候祭祭我們的武藏廟了 其實在瑞士吃的東西它物價 相對來說是高很多 對 所以如果想要省錢的話 超市絕對是你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今天我想來煮牛排給大家吃 牛排 對 哇 可以吧 可以 如果裡面買得到的話 不過超市是大家的好朋友 應該是 應有盡有 我們幫換明天的早餐 我們也要準備一下 這次真的有嚇到 我們吃那種知名的素食連鎖店 一個人喔 一餐在台灣大概一百多塊 但是在這邊和台幣五百多塊 三倍以上的價錢 太貴了 對 我們以前出外景 覺得吃素食是最省的 結果是 這回來到這邊 還是自己料理的神 瑞士外食的費用驚人 我們選擇自己動手做 在超市選購了牛排 蔬菜 一個人算起來 也才三百塊台幣左右 相較起來划算許多 話不多說 上菜囉 很冷對不對 來 喝一口湯 對 今天的也太漂亮了吧 很厲害 有名師指導 很好吃 還不錯 很好吃 三五好友在群山的環抱中 享用晚餐 在滿天心動下進入夢想 在晨曦的呼喚中甦醒 這樣的生活夫婦何求 不過我沒忘 登少女峰這項任務 在那之前 我先帶大家換個角度 來欣賞阿爾卑斯群山之美 現在搭攬車 然後我們要上到這個山頂上 我們現在進行一項非常棒的體驗 這個體驗就是 我們要打飛行傘 非常期待在這邊飛飛行傘 不一樣的景色 在這邊最主要就是 可以看冰川 然後可以看這一片綠地 看阿爾卑斯山 非常精采 我期待 隨著攬車一路寬升 終於抵達喜飛地點 積水慧榮的喜飛點 空氣中帶有些許含意 我的心情是既期待 又難免擔心風向不佳 無法翱翔天際 左窗 來 這一座很安全 對 很安全 現在已經桌裝完備 我們準備要飛了 剛剛跟教練稍微聊了一下 一年四季 這裡都可以飛飛行傘 冬天的時候 肯定是一整片的白雪 所以在冬天的時候 他們在這邊還會進行滑雪 咱們先不多說了 先飛再說 好 走 一切準備就緒 接下來等待的就是穩定的風 將我送上天際 雖然我們不是在 滿布白雪的冬天 來到這裡飛 但是夏天有夏天的美 綠地 防射 驅草的牛隻 豐富的色彩點綴在山谷間 讓格尼德娃 宛如童話故事般的夢幻 走路 3 2 1 走路 走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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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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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太好玩了 在这么梦幻的国度 这么梦幻的城市里面飞行 刚刚沿途看下来 我们看到了很多冰川 看到了瀑布 当然看到这阿尔卑斯山的群山 尤其现在是夏天 所以看到很多的绿地 我很喜欢这里的房子 每个房子很像是艺术品 而这些艺术品全部都相砍在 这片绿油油的土地上 很美 飞的过程觉得自己很像艺术老鹰 想飞哪就飞哪 顺着风势 我觉得飞行伞是一种 很棒的体验项目 它可以让我们去感觉到大自然 感觉到风 很棒 很陶醉 很想再飞一次 飞行一次约15到20分钟 费用则因路线 及需不需要拍照而不同 落在160到210瑞士法郎之间 这价钱听起来高 但是对我来说却是无价 因为一生能有几次飞翔在天际 感受360度无死角 穿梭在雪山间的经验 告别教练 带着雀跃的心 我们启程前往少女峰 站在这个车站 内心非常地兴奋 因为我们即将前往一个终极秘境 这个地方是哪里呢 就是少女峰 也是这趟来到瑞士 一个重点的行程之一 车来了 很兴奋 那咱们预计发车时间是11点17分 距离现在大概还有7分钟左右 没关系 待会咱们看看就先上车 非常期待 少女峰地区有四个重要的进出程序 包括英特拉肯 文庚 劳特布鲁尼 以及我们选择作为起点的格林德瓦 交通方式以登山火车或轮车 连接上少女峰 不过少女峰铁道虽方便 票价却不轻人 所幸我们持有SWIS PLUS 能以七五折购票 着实省下一笔不少的费用 说 列车走了 这是我们错过的第三班车 那这个地方叫小夏待客 我们刚刚是搭着火车 来到这个地方要换搭 我们刚刚看过 已经离开的红色列车 要上少女峰 上少女峰在什么位置呢 我在少女峰跨地转身 看看天花板 地面 两边的墙面全部都是冰 我们现在进到了冰宫 最特别是呢 我们其实是在冰川里头 好酥喔 好酥喔 我们刚刚是搭着火车 来到这个地方要换搭 我们刚刚看过已经离开的红色列车 要上少女峰 上少女峰在什么位置呢 看看我的左边 看看上面那边 白色的山峰跟黑色山峰中间那个区块 来到这我们的摄影师呢 宴章哥忍不住就缩时 所以咱们错过了山班车 不过没有关系 天气非常好 相信咱们到了少女峰 会拍到美美的秘境 太棒了 上少女峰的驱轨列车 一年四季从小夏待客出发 不管从哪个进出程序上少女峰 必须在此换成每半小时一般的登山列车 小夏待客需观赏森旅峰 艾格峰、少女峰居驱驾位置 妖客可在此稍作停留 抓好自己时间再前往少女峰 其实咱们红色列车 缓缓地向山上前去 真的是蛮兴奋的 因为咱们距离少女峰是越来越近了 咱们现在先好好的欣赏窗外的美景 很美啊 一个大窗户就像是一幅花 非常漂亮 旁边就是驾驶桌 然后这个位置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少女峰就在那边 刚刚从云层里面露了脸 我们真的非常幸运 因为今天的天气比起昨天前天 还要好很多 太棒了 好美 加油 耶 进到隧道里面 少女峰登山列车沿着陡峭的线路 只有小夏待客到艾阁冰川站行驶于旷野间 从艾阁冰川站开始行驶在总长度7公里的岩壁中 列车经过艾阁北壁站会停留5分钟 游客可以在这里透过艾阁峰北坡的窗户欣赏壮丽的冰川续界 令我更加期待踏上少女峰 下雪了 下雪了 终于飘雪了 刚上来的时候呢 大概是一度 然后接着变零度 太阳下山之后呢 这云雾飘过来了 现在应该是零下 可能四度左右吧 咱们呢 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少女峰 哇 这也是这趟来到瑞士我最期待的一个亮点之一 也是一个终极秘境 而且 真的下雪了 雪 雪 而且我的手 我的手 没有知觉 真的是很冷 那不过是内心是非常兴奋啦 我手没办法对讲 对啊 真的很动 来小秋 你的冰 拜托我手都已经冻僵了 冻伤了 还叫我拿冰 真的是 下雪了 你不要丢冰 你看着人在干嘛 眼前雪白的世界 加上正在飘雪 让大家顾不得 会有高山症及冻伤的可能 在欧洲最高 飙高3454公尺的少女峰火车站外 畅快地玩雪 拍照 玩过瘾了进车站内写张明信片 从最高的邮局寄出去 为朋友稍来祝福 好了 明信片已经写好了 来自少女峰的祝福 咱们就这样寄出去咯 规划完整的少女峰车站 不只可寄明信片 也有着世界海拔最高的钟表店 和巧克力店 跟着人的路线走 另外有少女峰全景便影可欣赏 让旅客能进一步了解少女峰铁路开发时 哇 真是太美了 一望无际的冰川 究竟我们看的是哪一条冰川 我们看的就是阿雷奇冰川 而且阿雷奇冰川 它是整个欧洲最长的冰川 有多长呢 22公里 看过去真的是一望无际 而且非常非常的干净 比较特别的部分呢 就是少女峰的铁路公司 它拥有他们自己的水利发电站 以及他们从1912年开始呢 他们就懂得利用火车下山的 这样一个动力来发电 是不是很酷呢 没有戴手套的 下场就是变木乃伊 不过呢 我觉得很值得啦 虽然很冷 但是忍不住 我们还是要跑到外面来欣赏风景 拜托 这辈子一定要来一次 但是少女峰真的是超赞的 少女峰是阿尔卑斯山 冰石现象最显著的地区 由于系列典型的冰川特征 因此在2001年 少女峰与阿雷奇冰川所属的 阿尔卑斯山区别 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可别以为少女峰车站 就只能远眺冰川而已 现在就跟着可以我指导冰川核心 看看 天花板 地面 两边的墙面 全部都是冰 我们现在进到的冰宫 最特别是呢 我们其实是在冰川里头 这个冰宫很特别 它每一年都要修整一次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冰川它是会移动的 这一道里面很梦幻 冰雪的世界 很享受这一切 只是真的太冷了 跳舞 然后滑雪 滑 滑雪 这座冰宫是位在冰川底下 三十公尺的冰封天地 真真实实闪耀着冷艳蓝光的冰 令人玩性大发 随意的就能在冰上滑步 毫不自在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安全 一边一边的 这边比较滑 小心啊各位 从没想过在冰宫里 除了能透过墙面 慢慢欣赏一层层 由不同年份的冰雪 堆积而生的混击 还能让大伙玩得忘了时间 差点错过最后一班下山的旅车 挺有趣的 人呢现在呢 还挺倾斜的 为什么刚刚呢可以站得那么斜啊 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火车 它处在一个爬坡或下坡这样一个动作 一个状态 那说到其实这个铁轨很特别 就是它中间有一排齿轴 所以可以让它爬较为陡峭的坡度 挺有趣的 观众朋友来到这 记得呢也不妨站起来玩一下 蛮特别 少女峰许多欧洲著名的诗人 与文学家都曾为她流连忘返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一世 也曾不远千里来朝圣 踏上少女峰也为我们瑞士居行的秘境版图 拼贴得更加完整 仅剩瑞士引以为傲的另一象征 马特洪峰等待我们去探访 我们现在呢 来到的是马特洪峰的山脚下的一处城镇 这个城镇呢 它的名字叫测马特 而且呢看看这里的环境啊 它不仅漂亮而且格外的干净 那为什么这个城镇很干净啊 听说呢这个城镇呢 它是一个无烟城市 那为什么呢 最主要其实啊 测马特的城镇呢 在过去啊从19世纪开始 它就是一个旅游圣地 这每一年呢 总是有数以万计的游客 涌入这个城镇 城镇呢不大 但是呢你人多 车自然而然也多 车多的话呢 空气的品质啊 这肯定是不大好的 当地居民呢 就待久了之后 他们觉得这样下去肯定不行 他们希望居住在一个干净的环境里面 所以呢他们公投投票 他们决定禁止车辆进入 所谓的车辆呢 就是吃汽油的这种车辆进入 非常特别 现在呢就带观众朋友 好好地来感受一下这个无烟城市 走 车马特位于马特洪峰山脚下 坐落于山谷间群山环绕 加上禁止车辆通行 致使它保留了清新的允许风貌 也由于时需车辆进行 若要开车前往 则需将车停在踏时 改搭接驳火车或计程车进入 至于来到车马特 除了闭爽的马特洪峰还有什么 跟着我的脚步一起去探访 来到车马特呢 这条老街肯定要来走一走 为什么呢 看看后面的房舍呢 跟我们在外头看到的房屋呢 不大一样 它特别的传统 那这些房子呢 大概有超过五十栋左右 它们都是从十六十七世纪 留下来的传统房舍 而这房舍呢 长得挺可爱的 它最大的特色啊 就在于它是用木头搭建 然后再加上一些石板 或许观众朋友看到 这会觉得很纳闷 中间那个石板 是做什么用的 我们先讲一下 下面这房舍啊 它做什么用 它专门是养动物的 可能养的是猪 可能养的是牛 或者是羊 而上头呢 是放穀物的 穀物最怕什么 就是老鼠 或者其他动物去偷吃 所以呢 它中间卡了一块石板 最主要就是 防止老鼠攀爬 那人呢 人住在旁边的房舍 其实想一想 这古人真的是挺聪明的 一块石板架在木头上 不论远看近看 就像一朵朵的蘑菇 因此这些木屋 又被称为蘑菇屋 或许香菇屋 这种木造房舍 是瓦来州最具特色的 高床式建筑 测马特居民 不只完整地保存下来 更以此为重 甚至以公投方式 要求进驻的 连锁素食店 装潢成瓦来州风格 说到瑞士呢 会想到什么 之前呢 常用说这瑞士刀嘛 对不对 然后瑞士表 其实还要用东西 说到它 你一定会想到瑞士 简单来说 这东西就是巧克力 我们来介绍一下 在地一个非常有特色的 手工巧克力店 而且呢 这巧克力很特别 我已经看到它了 哇 看看 小鹅 叮咚 这个呢 是只有当地才有的 因为这个形状呢 就是仿着 红封的这个形状来制作 非常漂亮 哈啰 哈啰 店员非常的热情 还有切了一些些 可以试吃的 咱们尝尝看 那有两种颜色 一个呢 是颜色较为深的 那其实刚刚呢 早就已经探听过 知道这里面 加了什么东西 哇 入口即化 而且呢 还带有那么一点点灯 这一旁全部都是雪景 而且呢 不时啊 从这雪里竄出 土婆鼠 哇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 去看到土婆鼠 比羊 大概是我见过 蛮不一样的这种 两种 很可爱 很特别 就蛮喜欢跟这种 可爱的小动物互动 哇 入口即化 而且呢 还带有那么一点点的酒味 因为里面呢 加的是巴兰地 它季节限定 这是冬天 秋天才会有的 做得其实 蛮有意思的 那重点是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进到侧马特大半天 都还没能有机会一窥 马特洪峰的路山真面目 竟然就先在这超过五十年历史的甜点店里 发现它的踪影 勾起了我们想要亲眼目睹 马特洪峰的迷惑 在店家的推荐下 我们来到了镇上最好的观赏角度 我们现在呢 是在教堂后面的一片墓园里面 那在这片墓园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墓 那其中呢 我觉得很特别的部分 就是他们的墓的前面 为什么会挂上这冰斧 那表示呢 墓的主人 他肯定是跟登山有关的 他们究竟登的是什么山呢 其实就是马特洪峰 马特洪峰 它是阿尔卑斯山 最著名的山峰之一 那同时呢 它也是阿尔卑斯山中 最后一座 被人类挑战攀登 成功的山峰 为什么呢 其实光是看看它就样貌 它非常陡峭 每一面都非常陡峭 很难爬 就像是个金字塔一般 过去很多人呢 都不断地去挑战它 试着想要攀登 想要攻顶 但是呢 都宣告失败 镇上观赏 马特洪峰最佳角度 就在墓园旁的桥上 马特洪峰自1865年 首位由北东人登顶成功 而声名打造 进而成为热爱登山的人 最想攀登的名山之一 但也因困难度极高 而旅船山难 这座位在教堂后的墓园 便是用来追悼殉山者 让他们长眠于马特洪峰下 刚刚从车马特车站呢 达了我车用一步上山 我们今天呢 要前往这目的地 预计呢 这车程大概是三十分钟左右 哇 看看旁边的景观 全部都是雪 非常兴奋 很漂亮 那待会呢 上去再跟观众朋友 好好地来介绍马特洪峰 好 找不到喔 从侧马特上山观赏马特洪峰 有三条路线 我们选择的是高纳格拉特路线 高纳格拉特登山铁道 在1898年开通后 使得马特洪峰变得平易近人了许多 其实上山呢 我们也待了大概三四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呢 这乌云始终它就是不散 所以呢 看来今天是无缘 见他庐山这面目 那其实上到这个 感觉还不错 这一旁全部都是雪景 空气也很好 而且呢 不时啊 从这雪地里竄出土拨鼠 哇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 去看到土拨鼠 其实内心也是非常的兴奋 对了 顺带一提呢 我们现在呢 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它其实它就是一个践行的路线 那这践行路线呢 什么时候会开放呢 它就是六月过后 这融雪全部融掉之后 那现在呢 很可惜 没办法带观众朋友去走一走 从雪地竄出的土拨鼠 弥补了没能瞧见马特洪峰的小渠汉 若能在六月积雪融化后 踩践行上下山 必能捕捉最美的马特洪峰倒影 今天无法看见三角追撞的 马特洪峰不打紧 还有另外两条路线 我们下山享用瓦莱州著名的 烤起司 弥补缺汉 休息一晚 明天再战 马特洪峰 我们又来了 昨天咱们上山无缘清楚的看到它 最真实的样貌 没关系我们今天再来一次 又要来碰碰运气 不过咱们不走同样的路 昨天我们搭的是火车 今天搭的是缆车 那这缆车也很特别 因为你要上山 你必须要搭三段的缆车 这是第一段 所以接下来还有两段 希望咱们今天运气可以好一点 近距离去感受它带给我们的震撼 光是用想象就觉得蛮兴奋的 走 出发 搭乘缆车一路爬升 我们上到坐落在小马特洪峰山头的 马特洪峰冰河天堂 这里是距离马特洪峰最近的观景台 但近在眼前的马特洪峰 依然只露出半张脸 云雾始终不散 我们只好下山 改以路行来争取见马特洪峰一面的机会 还是有那么点点可惜 因为我们上山 马特洪峰其实离我们非常的近 只是它被云雾完完全全给包围住了 所以看不到它的震撼真面目 那现在要下山了 我们刚刚上山搭缆车 现在还剩下一小段缆缆车 这下去其实直接就可以到达 不过我们决定走不一样的路线 我们可以用践行的方式 践行大概我看路标写着 大概要走个一个小时45分钟左右 那咱们就前进吧 说明可以遇到不一样的风景 插笔找到 普徐街市的美丽山景 让践行成为瑞士人最爱的户外活动之一 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对瑞士人而言 可说是入门款的路线 我们路径随俗 漫步其中感受这山林间 深意盎然的气息 有羊耶 好可爱 好可爱喔 而且跟我们之前看到这个绵羊是不大一样的 因为它脸是黑色的 真的 他们说这个是黑鼻羊 对 也叫黑面羊 对 确实很特别喔 你看它的身体是白色的 然后脸鼻子这个地方是黑色的 然后每只羊 你会发觉它们带着黑色的护膝 真的 因为这里是黑色 还有脚底穿的鞋也是黑色的 对 很特别 那这个要怎么样分公母呢 看它这每个都有脚 女人的鼻子很直 而男人的鼻子很直 这是男人和女人的差别 好 而且他们小时候没有鼻子 所以你知道 小时候女人的鼻子 有黑色的护膝 你能看到它有黑色的护膝 而男人的鼻子 他没有黑色的护膝 好 好 好 选择不同的路 果然发现不同的风景 宛如从卡通影片中 走出来的黑鼻羊令人惊艳 这种黑鼻羊属于绵羊的一种 每年二月和九月 各剃一次毛 我们五月底到访 都还带着凉意 二月剃毛 羊不能吗 它们还会有很多肌肉 绵羊油 对 绵羊油 这种肌肉非常好 如果脂肪掉了 肌肉的肌肉 好难 当你触摸它们 你感觉有点油 对 对 它们摸起来就有油了 对 它们摸起来就有油了 这种肌肉的肌肉 对 它们摸起来的肌肉 其实我们也想它们摸起来 像女生的肌肉 也不像肌肉的肌肉 不像肌肉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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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肌肉是很好的肌肉 虽然它其实不是看它年纪 不是看年纪 还是看它的肌肉 对 它就是要这种 你看这种有点长长的 不是 不是黑人卷的那种肌肉 但是这个肌肉的肌肉 你对 对 肌肉的肌肉比较多 肌肉比较多 肌肉比较多 好 原来挑选羊毛 还藏有学问在里头 而且羊主人也说了 羊只出生后第一年 就可以开始剔毛 每次约可剔下3公斤的毛 毛长可以到23公斤 也难怪羊群们冬天 总是靠在一起取暖 夏天则奔散躲在树荫底下 所以这种黑比羊 是真的是当地特有的吗 OK 它是 我现在呢在瑞士 而我现在呢 过了这个牌子 我在烈芝敦斯登 很特别 过一座桥就从瑞士 来到了列国 对瑞士人来说呢 烈芝敦斯登呢 就是一个住家公团 可见呢 这个国家有值得玩味的地方 所以这种黑比羊是真的是当地特有的吗 所以这种黑比羊是真的是当地特有的吗 这种黑比羊 对瑞士人来说 其实这里我们只会有这种疟 那里边还有其他 尤其是在瑞士山 那里面的沙士山 这里是川岸 那里面的沙士山 还有这种疟 好 黑比羊 大概是我见过 蛮不一样的这种羊种 我觉得生长在这样的环境的羊呢 真的是蛮幸福的 很特别 就滿喜歡跟這種可愛的 小動物互動 很有趣 看不到牠眼鏡究竟可以 牠頂這樣在兩邊 或許是黑鼻羊 為我們帶來了好運 馬特洪峰終於露出牠神秘的臉床 也讓我們這趟瑞絮行 畫下完美的句號 即將離開瑞絮 心中我多有不捨 無論是便利的國鐵 或置身在細雪紛飛的少女峰 或翱翔於阿爾卑茨山間 都令我難以忘懷 不過離開並不是結束 而是像一個開始 我們將轉往另一個國度 展開我們的探秘之旅 我現在在瑞士 而我現在過了這個牌子 我在烈芝敦士登 很特別 過一座橋 咱們就從瑞士來到了烈國 不過觀眾朋友或許會覺得很好奇 過兩個國家 確實沒有海關人員住宅在這邊 最主要就是烈芝敦士登 在1868年的時候 宣布他們是成為了永久的中立國 並且跟瑞士結盟成了好朋友 烈芝敦士登對瑞士人來說 就是一個度假天堂 可見這個國家有值得玩味的地方 但是接下來咱們時間不多 我們只有一天的時間 帶觀眾朋友一起來周遊烈國 烈芝敦士登座落於阿爾卑茨山地的 萊茵河谷 以萊茵河作為邊界與瑞士相鄰 橫跨在萊茵河上的木廊橋 據說鑒於十三續跡 能通行馬車 許之今日 謹慎行人自行車能行與上 我們離開瑞士跨入烈芝敦士登 不僅僅路過 將細細找尋這個國家的魅力所在 其實一般來說 到瑞士旅遊 很多人他會順道 或者是路過烈芝敦士登 那其實說句老實話 上網來搜尋這個國家一些 訊息資料並不多 我覺得要繞完一個國家 儘管它再這麼小 一天的時間肯定是不夠的 有點可惜 不過我們現在很幸運的 我們上了這一列觀光列車 這個列車呢 最主要的就是可以讓我們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就可以遊覽整個首都瓦都茲 那我相信列車走的地方 肯定是最精華的部分 好嗎 跟我一起期待 剛剛我們下車呢 第一個點很精彩 因為我們看的就是城堡 列芝敦士登 這裡呢是君主一線 他們一樣還有這個皇室 而且那個皇室呢 跟其他國家這些皇室 不大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他們權力還是很大 他們可以影響整個國家的決策 那那個城堡呢 其實在我看來 我覺得還滿可愛的 小小一個還算低調 座落在這山上 當然還是有那種居高零下的氣勢 而且聽說呢 之前呢有一些遊客來到這邊 爬爬山偶爾還會遇到皇室 國王或者是皇后出來散散步運動 感覺上他們的皇室也是挺親民的 好啦 咱們繼續走 看看待會兒還能看到什麼樣的驚奇 華獨茲的觀光列車一天有兩班 如果是團體預約則不限時間 熱心的司機會在車上為遊客 介紹沿途風景 繞行市區重要景點一圈 約四十分鐘至一小時 考量到拍攝需要 我們請司機讓我們在城堡的山腳下車 只為尋找那皇室真品 我們現在所在位置呢 其實是在市區的北郊 來到的是一片葡萄莊園 那這個莊園其實非常特別 因為它屬於是皇室所有 聽說呢 這裡的葡萄酒可是當地的一絕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葡萄酒的品質 可是皇室掛寶鎮的 究竟有多好喝呢 咱們進去好好的嘗嘗看 大公酒莊位在瓦都茲市區北郊 屬於列治敦士登大公產業 雖貴為皇室產業 一般遊客只要在開放時間到訪 就能進度參觀及待品好久回去 既然掛著皇室的名號 我想這裡出產的葡萄酒 肯定會讓人的味蕾為之發亮 品酒的地方那滿特別的 燈光美 氣氛家 旁邊還點著蠟燭 然後呢 我們待會兒會試的就是這三瓶酒 現在是第一瓶酒 第一瓶酒 第一瓶是 Pinot Nard Feederweiss Pinot Nard Feederweiss 這瓶酒是白瓶 從皇室的葡萄酒 這是白瓶酒 白瓶酒 因為其實呢 現在我們是在這個 位在萊茵河谷這一代嘛 那這裡呢 產的葡萄 這品質非常好 那其中有兩種葡萄呢 是比較特別一點 這品種是特別好的 一種呢 就是Pinot Nard Feederweiss 另外一種就是 Cenna Nard Feederweiss 那現在我們試的就是 Pinot Nard Feederweiss的這個 白酒 先喝白酒 這色澤呢 其實是挺漂亮的 不過在這邊重生呢 並不是鼓勵觀眾朋友 要喝酒 只是來到這兒 葡萄酒在當地 也算是一種 特產 而且它是 皇室的酒莊 所以肯定是要來嘗一嘗 嗯 挺香的 不錯很好喝 Good 四款酒各有千秋 有的帶果香 有的則有濃烈礦穴味 而第一款的皮諾黑 成功擄獲我的心 提醒觀眾朋友 劣質敦士登的酒 是不外銷的 走過路過可別錯過 看過木橋搭過觀光列車 挺過美酒 劣質敦士登附有 郵票王國之稱 為什麼有此稱號 郵票博物館自由解答 我們現在進到這個空間 滿好玩的 它是一個博物館 什麼樣的博物館呢 它是郵票博物館 那說到呢 劣質敦士登呢 這個國家它很特別 其實早期它仰賴的 這個郵政系統呢 是奧雄帝國的 但是到了1912年的時候呢 它發行了自己的郵票 更特別的是呢 在1920年到1950年 這段期間呢 它確實撐起了整個國家的經濟 也就是說這郵票 是這個國家的經濟名脈 究竟是怎麼做到的呢 咱們呢 今天很榮幸我們邀請到了 雷諾博士來為我們介紹 他是這個郵票博物館的館長 嗨 嗨 Dr.Nella 是 所以看了就很像是 音樂家 藝術家這種感覺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第一個問題 我們要請教的就是 我們知道他在1912年的時候 發行這個第一張郵票嗎 那讓我們看看 最早的這個郵票長什麼樣子 是 這裡在左邊 我們有最早的手指 而且它是綠色 綠色和藍色 那這就是他們在1912年的時候 就是發行的 那這就是他們在1912年的時候 對 我們最重要的是 第一張 最重要的是 第一張 最重要的是 現在的帽子 這郵票的歷史 非常清楚 烈斯敦斯登 郵票製作嚴謹 不論人像或是圖騰 先由本地藝術家設計手繪 再製版發行 涵蓋各式各樣的主題和風格 很快便成為國際極有者的新宠 因為明年是 烈斯敦斯登 他建國三百年 那今年這三百年 其實在郵票上面 應該也會有不一樣的創作 現在已經創作出來了嗎 我們正在工作 但是它是秘密 你知道嗎 是秘密就對了 OK 所以想要知道 他們建國三百年 有什麼特別這個郵票的發行呢 就是明年我們再來到這邊 館長向我們表示 親王和王后的郵票 是銷量最好的一款郵票 而當我們問到最貴的郵票 是哪一款時 館長神秘兮兮的 帶我們走進一間暗室 我們現在呢 進到一個相當隱密的空間 那其實這個空間呢 它雖然是一個展館 那最主要它其實是一個博物館 什麼樣的博物館呢 就是珠寶博物館 那據說這裡面放的 全部都是王室的收藏瓶 可以看到的就是 國王的皇冠 那當然還有一些 皇室用的一些武器 我看到一樣東西很特別 來 這是什麼 這是 這是一名的雞 這是蘇巴西亞的雞 叫做蘇巴巴西亞的雞 因為它是蘇巴巴西亞的雞 因為它是蘇巴巴西亞的雞 而這是最貴的雞 你可以開啟 然後你會看到 它只有2mm 所以它裡面是非常非常薄 因為其實光是這個彩蛋 它就是非常非常的珍貴 好 我有一個問題 是 誰是最貴的雞 對 最貴的雞 在後面 差點忘記我們進來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要來看這個郵票 最珍貴最貴的郵票 所以這是最貴的 對 因為你看 這是不是白色的方法 而且 是只有這幾個 有很多白色的雞 所以它很特別 所以它本來應該是這個顏色 但是呢 印出來 竟然是這樣的一個顏色 所以算是這個瑕疵品 那我們知道這個物以西為貴 所以呢 這瑕疵品反倒是成了最特別 而且是最珍貴的一個郵票 獨一無二的郵票 獨一無二的郵票 象徵著烈芝敦士登 從瓦解的德藝劇邦聯重生 也代表著這個唯形小國 見為人所知 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走過瑞旭 綁過烈芝敦士登 無論是瑞旭雄偉壯麗的山 精密的工藝 頂域深厚的文化 澀麗的小鎮 或是列國小而美的景致 都勝利在我的腦海無法滅滅 下一集我們將前往素有 音樂之國的奧地利 悠遊於山河 街道順動之間 譜出屬於自己的樂章 師兄DC 不是 妳要用哈的才會 才會熱 我找到你呢 不是 應該 要不算了 OK 好噁心喔 好噁心喔 純粹效果 莫文青哥好像抱了一下 覺得在跑屁 對啊 超反正 被迷昏了是不是 對啊 被迷昏了 什麼車還要自己跑 我覺得用牽的比較快 超累